简谱是一种比较简易的计谱法 它分数字简谱以及字母简谱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都叫做数字简谱 我们下面来大概了解一下如何识简谱 首先简谱是用1234567这几个数字来表示的 它所对应的唱名就是 Do,Ry,Mi,Fa,Sol,La,Sol,La,Sol对应的是1 Ry对应的是2,Mi对应的是3,Fa对应的是4 Sol对应的是5,La对应的是6,Sol对应的是7 它的音名分别是C,D,E,F,G,A,B这几个音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简谱的实质 比如说按照五线谱来说 全音符它就是唱4排 那在简谱里它的表示就是5横杠横杠横杠 用这个来表示 下一个符点二分音符 在五线谱里它唱3排 那它在简谱里的表示就是5横杠横杠 再往下二分音符在简谱里表示就是一个5一个横杠 就有一个5的时候这个代表它仅长一排 心里数一排就可以了 再往下五底下有一个横杠这个呢是二分之一排 有两条横杠就是四分之一排 三条就是八分之一排 在心里莫属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谱利 这个谱利非常的简单 首先它的左上角有1等于C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都就等于C这个C调中的都 所以呢就不用变其他的调式 只要用C调谈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四分之二代表它的拍号 四分之二的意思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两拍 那我们先不来认识音 我们先来整体的看一下这个整首曲子 它有几分音符 而且每个音符它应该唱几拍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这两个音 底下画了一条横线 那这一条横线的意思 就是八分音符的意思 那就等于说 这两个音唱一拍 每个音分别都是半拍 再往后 这个音底下什么都没有画 它的意思就代表 它的实质是一拍 再往下 这四个音 它底下画了两条横线 它代表的意思是16分音符 那么每一个音唱四分之一拍 这四个音合起来唱一拍 所以基本上咱们已经知道了 每个音符的实质是多少 那么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音 这个音呢比较简单 Do就是一 Rai就是二 所以呢 前面第一个小节就是 Do,Rai,Mi,Do 后面是一样的 第三个小节 三四五其实代表的意思相对应起来 就是Mi,Fa,So,Mi,Fa,So 再往后 这个16分音符 这四个音分别是 五六五四 就是So,La,So,Fa 后面这是Mi,Do 后面一个小节跟前面一样 最后一个 Rai 这个So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讲过 如果在So底下点点 那就是在下一个音区的So 或者是第一点的这个So 不是往上的这个So 所以是Rai,So,Do Rai,So,Do 我们来简单弹一下这个曲子 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简谱呢 是相对于来说 是一个比较容易初步认识的一个谱字 但是如果遇到转调的这个方面 那它就没有五线谱那么容易了 五线谱是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升哪个音 那简谱呢 就需要你自己脑子里知道 比如说D调需要升哪个 降B调需要降哪个 这些你都要背下来 之后你自己再运用的去转换 把它的C调转成你想要的那个调式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是比较难的 相对于五线谱来说 五线谱和简谱各有利弊 各有各的好处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大家点个赞 或者是关注订阅一下好视频 3 3 5 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